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公民有計談》 今天我很高興請到梁啟然 他是理工學院社工課程的導師 同時是我們的資深時事評論員 跟我們今天說家暴問題 為什麼會想說家暴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的話 這算是半年之後大半年 好像澳門多了家暴案件 上兩個星期會見到一些甚至新的一些故事 以前可能比較多見到的就是 我們叫做丈夫家暴妻子 最近這兩個星期再有一些不同的例子 例如有家暴小朋友 也有家暴長者,就是父母 這些其實以前也會有的 不過最近好像明顯多了一些 對,明顯多了一些 我不知道是啟意怎樣看 我想其實在澳門不是一個很獨有的現象 因為我看一些外國報紙的報道 例如英國的家暴個案也是多了的 其實很容易聯想到 特別是英國最近的半年 都是禁止的情況之下 大家住在同一間屋的時候 感情就沒有增進了 反而可能見得多的時候 衝突多了 衝突多了的時候 可能是初側口角 繼而是動武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個 不是獨有的現象 其實全世界都可能很多時候 都會出現這個現象 就是兩夫婦或者一家人 在房子裡無聊了 其實真的可能言語衝突會多了 包括甚至剛才提到小朋友 例如家長 例如常年也是 小朋友雖然有網課 網課完之後要家長 跟著督促他們做功課 其實那個壓力 其實比他們要上學 是更加大的 雖然家長的部分 可能都不用上班 但是呢 上午可能上完幾個小時網課 跟著有大餐的功課 等著幫忙做 是家長幫忙做 做完之後 然後又要很複雜的測試 拍照給老師 這些工作壓力 其實可能家長未試過 包括我 都未試過 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去年 這個時間給我感覺 為何這麼多事情做 原來上學 真的可以解決很多家庭的問題 因為我也有留意到 例如我們自己有接一些投訴 很多家長很大壓力 當時可能還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 這個更慘 有些就下面有兩個 上面有兩個 譬如可能獎舍 疫情之前 還可以參與一些社區活動 是的 以前子女就回了學 如果有兩老的 可能放了去日間中心 就解決了 可以很安心上班 大家晚上見一見 那就沒事了 但現在你由早到晚困獸 在家裡就很大件事了 其實在說照顧壓力 或者我們不習慣那種相處的模式 要經常對著 再加上可能如果本身居住店 變得比較擠迫 又或者有家人在疫情期間 本身收入又受影響 那就更加受影響 即經濟壓力 剛才你說經國那些 他們都比較多人 即沒有了收入 沒有收入 再加上有照顧壓力 再加上未試過這麼長時間相處 如果家居環境又比較適合 那就會有很多問題 很多衝突就由此引起 不如剛才你說到 小朋友被打的情況多了 一點都不出奇 正如剛才說到 家長要負責看功課 甚至對功課 這些可能以往 可能是學校老師做的事情 最簡單就是 就算家長的字都知道也好 你是不懂教的 我懂中文 但我不懂教中文 你懂中文和教中文是兩件事 再加上離家 我想最簡單 我看回我的小朋友的功課 例如我以前讀中文 是不用學拼音的 離家他們全部要學漢語拼音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即是變成家長自己 在教那裏都很大壓力 是的 還有家長可能 那個功課處理不到 本身又會影響親子關係 譬如以前有些小朋友 他很熟悉 爸爸媽媽媽 他很熟悉 他很熟悉 這也是會有影響的 兒子又會覺得 爸爸你不懂 因為爸爸又會很介意 明明是偶像 忽然間被兒子 惹一句 爸爸你也不懂 他又會覺得很氣 很氣上心頭 不是太老皮 可能是蓋你一巴巴也不便 這樣就不知怎麼辦 不知如何收拾 我們今天會講過家暴 都是因為見到那些個案多了 亦都是因為社會上的聲音 就會看出 其實是否多了 明明立了 家暴法 家暴法 不是家暴會處理了 為甚麼會多了 所以這也牽涉到 其實究竟那個 我們講家暴法的執行成效是怎樣 還有現在我們去看回 這些好像因為疫情產生的 可能是我們叫環境因素 有很大影響 這類型的家暴 其實有沒有辦法 有些機制去處理更好 所以今天我們可能 就是兩個部分要去看 先講這些 其實因為疫情 這個我們叫做特殊原因 特殊時間 引起的家暴 這個就可能不是牽涉到法例上 有甚麼問題 是 可能是資源 我們可否投資資源 幫助家庭 有甚麼可以做呢 甚至乎 其實我想這次疫情 我學了一個小小的教訓 就是其實社會服務要維持 其實現在 在過往一年 很多社會服務 就關門了 可能員工也照上班 但是服務就停了 沒有了一些 我們叫Drop-in的服務 但是其實可否開拓多些網上的服務 反正現代的家長 每個人都懂得上網 可否在網上提供支援呢 就不用那麼寡 現在就好像求助無門 譬如以前 中心開放的時候 也有些功課、輔導班之類之類 其實可否維持線上的服務 給家長支援 甚至熱線、網上服務 我想在澳門 在小服務 都是相對落後少少的 在網上服務上 雖然今次開拓了些 包括了親子的咖啡班 親子的蛋糕班 我看著很多的畢業生 有蛋糕、意粉、各道什麼都有 社工粉密登場 做完廚師 除了這些比較軟靜少少的事外 會不會有些真實的社工的事 可以在網上提供呢 這個在澳門真的值得開發 因為過往都是少的 當然大家都未試過 未試過的時候 社工局叫你關門就關門 但是不知道 原來他關門之後 其實有些人想求助 又不知道去哪裡找 又沒有理由 下下打完24小時熱線 不是下下都只是等救命 很多時候大家想著 生命熱線那些就好像救命 但又不是救命 只是不懂教兒子 但是有沒有什麼支援呢 其實就在過往那一年就沒有 關了門就關了門 所以其實現在想回頭 我記得那些時候 有些 譬如接觸靈口座 可能他預先有社工體 但因為疫情過程 社工又不去上門 那些更會再多些情況 就是你跟他說電話都未必可以 因為可能他需要見到人 然後他要有人摸著他的手 還要有些身體的接觸 那譬如這些我想 現在疫情要相對緩和 不是最緊張 真的可以回頭去檢討 怎樣做好些 而且因為疫情都會繼續這樣 那好像你剛才說 就是似乎這種這樣的 因為疫情產生的相關 和照顧壓力 都會叫持續多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因為這個 就是我們說疫情 全面去看回我們線上的支援 都會很重要 因為我記得其實有些商業 就好像很容易做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就是我之前都會Google上網 找一些醫療資訊 因為我們會接一些醫療的 大家在這次疫情很習慣 線上買東西 對 線上買東西 但因為我看醫療資訊很多 我記得都會找一些醫院的資料 什麼病的資料 那我好記得就是 一去到大陸那些網站 其實經常都會彈一個醫生的樣子 然後他就上去 或者有一個按鈕 你可以按的 這些是遙控的看醫生 其實是遙控的看醫生 你可以諮詢你的病情 可以什麼 那我當時就想 那這種他有做 幾年之後 我就有用一些設計的網站 去做一些設計的幫我自己 那我買錯的服務 其實他都會這樣的 有時候我會用一個 叫做temporary 即是一個版面去擠一些東西 那他就會彈個人出來 問你要不要我教一下你 那我當時就想 其實這些應該是否社會服務 都可以有呢 應該要有 當一個人在找一個 譬如我抑鬱 或者如何管教子女的資訊的時候 即是如果我們有一個大數據 其實很多時候 就算你 當然是很重症零計 有些真的想人聊天 即是去明白一下他 甚至乎社工經常說的一個字 叫陪伴 所以會找人陪伴一下他 明白一下他的心聲 但是過往一年做不到的 但是其實剛才說 借了一些科技 雖然都真的 身體不會坐在你旁邊 但是起碼感覺到 有人在支持自己 所以我覺得 比講電話多一步 就起碼看到樣子 對 而且其實他 我說商業模式 他已經都很成熟 就是 總之你找醫療資訊 我現在總之這兩個 我找得最多 我們有時候可能有 有朋友來工作 他說有這個病 我都會問醫生 但有時候我自己都會上網去看一下 基本上現在 百分之九十九 總之那個網站 是去到內地 因為內地有很多 那些線上的醫療 是 這個就發展得很快 我們叫村 他們看醫生 不方便 發展得很快 你知道有些 我不講哪些 有些 我看那些資料 他說他 看文文切都做到 是的 就是看我就猜到了 然後他可以 問我 不知道他怎麼問到 其實他會叫你 譬如你說 熱氣 新調理看看 他都做到 因為你現在高清 是的 所以他可以解決問題 如果我們說 有人 因為我們講家寶 如果有人找家寶 找醫師 會彈一些資訊出來 然後之後 如果是 他之前我們講 心理盟作問題 抑鬱 那些人會彈出來 其實這些 我覺得都幾好 如果我們能夠有 不一定是這樣 就是我們說 總之線上有些支援 然後有些老人家 或者不懂得用電腦的 那我們有另外一種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線上的支援 其實是否都會幫助 就像開電視這麼簡單 我想你現在的科技 是不難做得到的 其實也不要看到老人家 是這麼蠢 連幾個兒子都不懂得按 我看到很多老人家 現在都懂得 很靈活地運用 這個WeChat的視像 當然太複雜 他未必可以處理 但是你把它改到簡單 我覺得科技是做得到的 有的 他們有微信小程式 是呀 可能可以去開發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今次其中一個 我們社會服務界要學 究竟怎樣可以開拓 多些的網上服務 我又很相信這些疫症 雖然大家來時少少 但是不會是只一次 當然以後規模有多大 不知道 隨著全球化 速度越來越高 這些疫症是可以傳得很快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開拓多些 是一些網上服務 即使你不去中心也好 你都可以用到一些服務 甚至乎那個支援 是很像身邊那樣接近的 是的 我想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們可能因為疫情而引起 而出現的這些家暴個案 希望線上服務做好些 以後其實都會有用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本身家暴那些個案 都會有種種不同的情況 今天要體驗來 跟大家分享一些情況 先 即是我們白市處這裡 我們有勞勞促促 有接一些不同的人的扣助 我發覺有一件事 有些很難處理 那是甚麼呢 譬如我們說 有一個家暴個案 我們之前有見過的 譬如一個太太或者丈夫 總之有一方被打 這樣可以報了警 我就發覺他報了警之後 社工局和警方 即當年家暴發同 所以主要這兩個 其實有一個基本的運作 是做得很好的 你一報了案 就算消了案 其實警方會通知 類似通知社工局 社工局會和學校聯絡 如果家庭有小朋友的話 學校那邊會嘗試 從小朋友去了解一些情況 我看到一些案件 它是可以做到的 但現在又會有些案件 可能都是要報案 但是夫妻雙方有大量的爭執 甚至可能想要爭奪 撫養權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或者其實有一方 他告訴了之後 他很快另外一面就會說 你真是告我 我要離婚 或者你怎樣 我不讓你養我兒子 不讓你養我女兒 有很多重的情況 然後就會去消案 然後就會是反反覆覆 又報案又消案 又報案又消案 即是好像夫妻九分 但是同一時間 那些暴力是會繼續發生的 但是因為你不斷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好像很難處理 還有究竟這些情況 因為理論上 根據《歌家暴法》 就算它不是以一個叫做家暴入罪 其實家庭情緒之間 發生的暴力行為 都是應該可以有介入的 但我又會見到現在好像這一類的情況 有時候會是社工局 或者我們叫社工團體 好像是很難去做一種介入 因為不知道他們算是甚麼狀態 我不知道你們社工方面 其實這種狀態 是很困難的 你如果繼續跟進 因為其實社工局 我現在都很好 有一個很清晰的程序 跟著做的 你剛才都說了 其實如果有小朋友又怎樣做 通知高清 各式各樣的 很清晰的 但剛才說 這類的 你彈出一彈入 彈出一彈入 那怎麼辦 如果你彈入 就繼續跟進行程序 就可以了 但你突然彈出 這個就真的很難處理 但當然我又明白 法例又不可能無所不包地 去包了所有情況 所以我中間又覺得 剛才說社工局 因為是公權力 當然是由他介入的 但會不會這類個案 彈出彈入的時候 會不會轉介給家庭服務機構 因為他們的身份更彈性 譬如可以定期做一些探訪 看看他究竟搞什麼 究竟是 可能某一方 運用一些公權力 去嚇對方 還是怎樣 還是真的 需要一些庇護 還是什麼 我想這裏呢 中間可以 有一些轉介機制 因為現在 一些NGO 叫民間機構 他在整個家暴個案 他通常的角色就是發現 然後就通知社工局 然後他就沒有角色 當然明白結構不同 因為他們都是民間機構 沒有公權力 但是 例如剛才說 這類彈出彈入的 會不會社工局轉介 給民間機構更進 可能會彈性很多 因為這個講到 跟大家分享一下數字 其實當時 《家暴法案》的時候 就說了他們要做一個檢討報告 那個三年的檢討 就是去到2019年 當時他們做那個檢討報告 有幾個數量讀給大家聽 他就說 根據檢察院提供被社工報數據 就由2021年10月5日 即是《家暴法》聲譚的時候開始 去到19年6月 當時他們寫報告的時候 初步開納的 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 就有14宗 當時那些叫做初步開納的 但當中 做社報告的時候 叫做代缺的 就是68宗 而能夠作出控訴是29宗 有159宗就是歸黨的 有8宗就是合併其他的案件 最後檢察院以家庭暴力 罪而無憂法院的是18宗 這個數目 我記得當時報告出來 社會上都有不同的聲音 一種聲音就覺得 為何家暴法那麼難入罪 不好 只是立了 所以是否家暴法沒有用 要檢討容易入罪 我自己當時 我不完全是這樣看的 因為我也有跟進過一些家庭暴法 原意都不是想拘捕人 第一 家暴法立法 原意不是想拘捕人 第一 就是當時我去看 以前是因為家暴 有些暴力牽涉是比較輕微的 但比較長期的 其實是很難 他只是去告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叫普通傷人罪 普通傷人罪 公共的法律是三年以下 一定要自己去警告訴 半公罪 所以當時說家暴是公罪 最主要是令到這件事 就是我們要被家暴的 丈夫也好妻子也好 我現在都不想 因為每次一個家暴 就會有人出來 要聲別平等 聲別平等 就會說 會出現一種情況 就是可能深遠 然後就會不告 最後就會 因為暴力行為得不到處理 其實會繼續 會出現問題 所以 《家暴法》當時 最主要是令到 我們說第一天賭罪 第二就是 我自己覺得宣傳效益很大 因為說 家暴是要坐假的 你可以幫到很多事情 而後來我自己又跟進了一些個案 就的而且確 他可能家暴是一次 但是他沒有去 但是當是一次的時候 譬如我之前跟一個很嚴重的家暴案 就是 如果你用嚴重雙人罪去入罪的話 他最終那個量刑 是會重過這個家暴罪的 所以其實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想那個 我們叫量刑重一點 就是要懲罰重一點 其實是用一個叫做 嚴重雙人罪 所以我就覺得 不完全需要因為這個個案數字 他覺得是否成功 所以要改一個法例 而入罪 我覺得不是 最重要就是 他當時法律裡面 有一個協助機制 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 總之牽涉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 一次又好 多次好 什麼都好 最後用什麼罪行都好 他都能夠啟動那個機制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OK 但是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想說 始終看這些數字的時候 我現在就開始明白了 那些數據裡面 可能爆那些什麼 因為我們說有去控訴 歸檔一百零九鐘 我後來也看回 他協助報告裡面 有說到 譬如有些歸檔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 什麼呢 就是因為家庭 有夫妻雙方 其實很多情感因素 就是有時候 告一告一下 不想告 我想我們的社會 都是一個華人為主 其實不只是兩夫婦的問題 可能夫家 又不知誰 又找來談 可能不只是父母 甚至可能兄弟姊妹 可能姑仔 又來求你兩下 那你要顧及很多東西 姑仔其實可能 因為我不會特別小 姑仔其實可能 你是公司的同事 那怎麼辦 難道將來上班 又看到 都說是老公的妹 那怎麼辦 都要給她面子 很多很多這些因素 在我們的社會出現 不像外國 清清楚楚 就是那兩夫婦 關人什麼事 但是我們的社會 就關很多人 這也是我們的社會特色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們有 最後譬如不告 然後沒事 我覺得 譬如我們說高高下不告 然後夫妻雙方 雙方無志 和平分手也好 氣力地復合也好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牽涉到 即是說 又告又不告之間 如果那些暴力 或者叫虐待行為是持續 我覺得真的要處理 是呀 其實最初最初 在談家捕法的時候 我想業界都有一些聲音 就是要引入 叫強制輔導的機制 但是最後的法案就沒有 或者待會你再說一下 因為以前和社工局 一些朋友談的時候 都說澳門沒有這種 這樣的刑罰 我不可以當刑罰 是嗎 或者沒有這種機制 不知道怎樣加下去 所以最終沒有 但是其實有些地方 包括台灣 是有強制輔導這件事 就是疑似個案 或者甚至乎成立了 但是又不是很嚴重的 那法庭未必是判他一個 刑罰式的監禁 可能罰你去到上課 我見過 美國有部分州 都是強制輔導的 那個很好笑的 那什麼班 要上課 不是輔導 而是強制上課 那上什麼課 學習性別平等 那也好 就要合格 才不用上課 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慘過坐牢 就是要合格 你學會了什麼 性別平等 才不用再來上課 都是另一種的輔導形式 似乎 不用每次都一定 擺到坐牢 那麼嚴重 但是剛才說 有些官員說 澳門從來都沒有這件事 不知道怎樣立 不知道隔在哪裡 所以最後的法案 就沒有這件事了 他那個強制輔導 我覺得澳門其實不是完全沒有 現在如果有一些 我們要輕微的刑事案件 錦法令 錦法令 錦法令就是等同一個強制輔導 他現在行錦法令的時候 他也要去上課 他也要去聽一下 什麼基本謠法邏輯 做人為什麼要守法 他也要去 那些都很慘 我們都見過 要去聽 覺得很慘 可不可以 坐牢船 可不可以假面 我不用去聽 但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用回 我們叫做 錦法令 那個浪緝 用那個浪緝就行 因為之前有另外一個強制 都有去討論 就是 我記得說的那個 就是強制戒毒 這個可能你都會熟 我們就有收到一些意見 就是說 第一 我們看到澳門那個 叫做 刑事幫再犯罪 如果是吸毒案 是特別高的 即是他吸毒出來 坐牢後 他會繼續吸毒 我們問過 負責處理這個 依賴藥物的朋友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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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會提到一件事 其實有些地方就是 你要去坐牢 不如要去強制戒毒 就是戒毒 就是戒毒 但是 這個我立法會問過 施政官的時候有回答我 他說 因為強制戒毒 就等同坐牢 你現在是這樣的概念 都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跟剛才我說過 有一種觀點 就認為是 這些所有強制上堂 強制戒毒 強制的東西 其實都是等同監禁 這樣 就有一個 其實這個應該是 我想是一個 法律觀點的差異 或者是 社會控制觀點的差異 有些人覺得這樣 就等同坐牢 是的 這樣是可以 有些人覺得不行 但是我自己不會去看 好像剛才剛才說的 那些強制上堂 我覺得都是應該 可以 可以試的 可以試的 因為我之前有幫過 即有帶過一個學生 他就比較有趣 他自己本身都是做社服工作 他研究的就是 叫做非服的溝通 他服務的就是 香港的一個機構 就是專門 就是 他在香港 就有一個 未至於是強制 即是都是自願的 但是全部都是牽涉 加暴案的那些家庭 成家人都要一起上堂 就是學 是 是的 裡面就是包括 譬如有些人 因為暴力其實很多種 是 不只是打人的暴力 我們知道 譬如我們說暴力 很明顯 對 沒有暴力 其實我們說 在婚姻關係裡面 你忽略對方 其實都是一種暴力 即是你不理會他 是 變成他們要教那種 即是非暴力溝通 是由入屋 要打招呼開始的 接著之後 他們就要學 譬如一些很容易 吵架的就是老婆 即是很辛苦 放工回去煮飯給你吃 老公就會說 這麼鹹的 即是 你怎樣煮飯 你懂不懂 好 那就會暴力了 就要教他們 你不要這樣說 譬如鹹了 你就可以問 咦 是不是放多了鹽 這樣 那件事就會 溫和很多 對方就比較容易 說 咦我放多了鹽 這樣就這樣說 即是 教大家去聊天 譬如這些 如果你的家庭的暴力 是的 這個也是 我剛才說的這一點 其實也跟階級很有關係 即是你會想像到 即是基層家庭的 老公可能做地盤 當然不是第二位地盤的人 但你的說話 總是夾雜幾句粗口 那老婆聽到 可能又不高興 為何問候我 我媽哭 但是 對她來說 這些都是常言語 所以這些真的要學 你聽起來好像 這樣也要學 因為大家可能習慣了 那套言語 對對方來說 是一些傷害 你開口 埋口 好像已經問候人良親 但是對她來說 這些都是常言語 我沒有心傷害你的 所以這些言語 都真的要學 是的 我覺得 如果我們說 有類似一些 課程 有些好像 要說 學一下身體平淡 然後 學一下 非暴力溝通 然後 我們說 學一些 最基本的 親子技巧 應該都是 還有衝突處理 是的 因為衝突處理 也是有一套學問 我上星期 這裏 談那些 青少年 就是犯悶期 父母概念 處理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因為他們 真的由小朋友 說回她的心聲 是的 小朋友說完 然後聽那些父母說 其實 兩個父母 我覺得他們最重要 最重要的招 就叫做 不要火上加油 這個法術家 其實就是 我們說 在衝突的過程 你去冷處理 然後將它 變成一些 可以討論的東西 去處理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說 在家暴的支援 裏面 如果能夠加入這些元素 是的 但你始終覺得 應該是要強制輔導 好一點 我想可以分回情況 社工有這個專業判斷 究竟其實 有些可能是 只是勸她參加 亦都有一些 可以是強制她參加 即是說你都 真的 打人打慣手 雖然就不是很重手 不會受傷 或者是很輕微 但你都是強制一下 好 但有些可能就是 必然你就來上 但你不想 又好像沒有什麼 無雙大雅的 你來上 這也是 甚至乎是 家人的支援 譬如 你現在介賭服務 也有的 就是一些 平衡小組 就是賭徒 有一個小組 那些家人 有一個小組 家人學什麼呢 就是回到家 怎樣支援賭徒 其實 很多理論不論 讀也好 或者是賭也好 其實 家人的支援 最重要 你怎樣去 不去回賭 不去回級 都是因為 家人的支援 所以很多時候 賭徒的小組 就會有一個家人的支援小組 同時一起開組 回到家的時候 你會學會了 怎樣支援他 或者甚至乎 怎樣留意一下 他有沒有些 射微的動作 又去回到 例如 看球的時候 你不要 看看 就說 啊 真的 早知道我買了 這些會令到他 覺得 是呀 看球就看球 這些提起家人的 警醒 就是有些事情 不要提他 甚至乎 怎樣支援他 就是 看完球 必然去踢球 不要掛倒 這些都是一些 其實剛才說 社工會教他們 家人一些 的處理技巧 甚至乎 幫他 不會去回賭的 一些技巧 這些其實都可以做 在家暴個案裡面 包括剛才說 有些人 其實 你猜 打老婆 打老公 大家都知道 不對 但為何還會打 可能一時興起 說你不聽 我唯有用拳頭 都是一個 一時衝動 怎樣 避免一時衝動的事情 這個都是 其中一件事 可以加入 甚至乎剛才說 社工局不夠人手 就找民間機構一起協作做 我想在 過去幾年 見到 譬如社工局的家庭廳 這些改革 都幾好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 社區協作機制 社區協作機制裡面 譬如在每一個分區裡面 有些不同 各式的家庭中心 怎樣去承擔這些 各式 都可以做 其實 其實如果 我現在說 家暴罪裡面 或者我們叫 整個家暴法裡面 這個其實 不修法也做到 是啊 是啊 你中間就加插行政措施 如果不是叫強制的話 就不修法也做到 只需要它是個協作機制裡面 是啊 但其實強制就要修法 可以首先試一步 不強制先 譬如 一些歸黨的個案 但你又覺得 他有些事情要跟進 那些 當你不參加 不犯法 你參加最好 所以如果是 都可以 因為 我想有幾種不同的聲音 就是覺得家暴法 有些地方要改善 其中就是這個 就是強制的 程度 我覺得 都贊成 譬如剛才說 一百零九鐘 是歸黨的 如果一百零九鐘 都做一個訪談 轉問一下情況 對 至少都深入認識一下 究竟它什麼情況 是真的灑花槍 還是還是真的 其實都真的 不過又收了火 如果是這樣 都可以開始做這些 其實跟進了研究 如果他們做完的培訓 真的會好 那時候我講的大論文 其實它是一個石屍的論文 到最後就是證明 學了非暴力溝通之後 他們的暴力是大大減低 會的 還有他們每一個人的快樂指數 他們的生活 那麼滿足感 是大大提升 因為 特別是剛才說 一些基層的家庭 他們以前是不掌握 這套言語的 他們只是 開口閉口 就問候人 這個很快 但是當你學會了 原來繞個圈 更加開心的時候 那你就會懂得繞個圈 大家想想 我講話 會開始文咒咒的時候 因為你讀得書多 但反過來 你根本不掌握某些詞彙的時候 那你怎會說話 文咒咒咒 明白明白 好 這個我們解決 我覺得都是要去提倡 政府在過去的一些 國案件裡面 嘗試行一個 鼓勵的一個 培發問題 看看可以怎樣 做一些追蹤研究 就為究竟要強制做一個準備 但這裡還有一個 又不是一個問題 這裡還有 應該收到我們給你的問題 是啊 一大堆問題 都是我們自己發現的 即是接觸一些個案裡面發現的 這裡也可以問一問 其實那個 我們講家暴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 到最後家暴罪 是說了是沒有罪 那是不是真的沒有罪呢 剛才我也有帶過一點 其實如果他是一個 嚴重傷人罪 或者普通傷人罪人 都是叫有罪的 那就沒有入到那個家暴罪 但是就比較多朋友 他會關心 但是如果家暴罪不入 那會不會令到司法者 始終他就是沒有家暴罪 就是沒有打過或者傷害家人的行為 所以 都是剛才那個老問題 有沒有跟進 即是是歸黨就算數呢 那有沒有跟進一下 究竟其實是什麼情況呢 真的偶爾灑花槍 還是不是的 其實他那個人也有一點點燥底 都是習慣了動手的 那其實會不會 譬如勸他參與某些的輔導工作呢 這個就是那個跟進問題 即不是只是有時候 歸黨就算數 歸黨就沒事了 的確是 法律上的確是 他已經沒有任何的犯罪了 但是他會不會真的有些暴力傾向 否則的話不會 就去報警 起碼都可能動過手 或者動過口 其實這個都可以是一個跟進的方向 甚至乎他們會不會做少少 research 究竟這班人究竟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是想找警察嚇自己的另一半 還是怎樣呢 我也聽過有警察說過 有些的情況就真的可能 處理不了春夏 是的 就找警察來嚇嚇他 因為一個女人仔 不夠你大聲的 找警察來嚇你 的確是真的 我不排除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真的要看一下 這些歸黨個案是什麼情況 看看情況之下 然後看看可能會不會有些 跟進服務給他們 而不是歸黨就算數 好厲害 不用做 這個其實還有 我可以跟你講一個說法 另外還有一些情況 譬如我們會有見過 有些個案 可能是 都有叫暴力 但可能暴力 即打的可能是一兩次 比較輕微 但其實長期是精神暴力 精神暴力 這個會 不像那種情緒 男索情緒控制 就是這樣 就是罵 你養衰 我會和你離婚 你不要碰我兒子 不要碰我女兒 就是很多這些 那譬如這些個案例 譬如第一 那個 我們說其實 這個很難走成 是的 就是長期持續 都好處是適合 但因為屬於叫精神虐待 還有還有 可能對那個 我們說 這一類我們精神虐待性 需要說 那個人 自己本身 他自己覺得是 有些他又覺得是 有些他有時候覺得是 又不覺得是 是的 有些罵慣了 不覺得 是的 有些罵慣了 我們可能不覺得 沒有大件事 他又覺得沒有問題 譬如這一類 我們說 主要因為用言語 或者某種情緒控制 即構成精神虐待 其實現在都是沒有辦法處理 難的 當然 如果 受害那個 主動去求助 可能會好些 但剛才說 那個手證是難的 你說拳拳到肉 那些是可以驗傷的 那 但是精神虐待 每天聽著他 說髒話 很不開心 很難證明 你怎麼不開心 甚至乎 很難去提告 這宗 這樣的官司 所以 反過來 會不會多些 一些渠道 給別人 投訴 或者甚至乎 剛才說 如果都查明 熟實的 會不會都 抓一下他 去到上課堂 參加 剛才你說的一個很好的方向 就是 非暴力語言的溝通 可能 他不是很想說這些 但是 遲會有限 說來講去 說幾句 所以 其實 可以想想這方向 怎樣可以令到 這類的精神虐待 的個案 可以 就算不是告也好 其實整個立法原言都不是想告人 都是想防止 防止 防止 都是不是要 我不知道是否叫強制 他又沒有案 又沒有難去強制他 但是 這樣說話的人 不少 就是 我想 只能夠到 他真的 叫成案 或者有一個 受害人 有一個投訴 甚至乎 當然 在社區局上 可以加強一點 讓人知道 其實 就算 兩夫婦都好 雖然 俗語所說的 雙敬如賓 但是 多少人相信雙敬如賓 總是覺得 家裡的老公老婆 應該是家人一部份 罵兩個粗口 應該是受得住的 但是 這些可以做多些社區教育宣傳 究竟 其實怎樣 夫婦相處 算是好 甚至乎 當然澳門都很難強制 例如 一些婚前輔導 也可以做一下 婚前 大家當然覺得 對方很好的 婚後 你會變成別的樣子 其實 會不會 或是 鼓勵做多些婚前輔導 讓大家都會 多些認識對方 我們有個月 笑一下 又要拿牌 先 即是說 做父母要拿牌 要了 即是 結婚要拿牌 即是 我們教會 就有規定 要接受婚前輔導 是嗎 即是 覺得你在教堂 結婚 應該要 好些 所以 通常 各個教會不同 有些教會 就是牧師做的 因為牧師 很多牧師都結婚 本身都可能 自己是個 role model 可以讓你看到 另外一些 就轉介去 可能同一間機構 社會服務中心 接受婚前輔導 主要做什麼 都是一些性格的 互相認識 透過一些不同的性格測試 看得出來 你又敢敢敢性格 太太你又敢敢敢性格 會不會 試過這樣爭吵 有啊 有啊 那你想一下 將來怎樣遷就 即是他會相信 有些性格 你不會煞事 多少分會改 這件事會持續 即是你現在拍拖 你當然要先遷就 但是一起住 你就不會遷就 那你會想一下 會不會有衝突 即是其實 都會幫你 預計某些情況 大家的性格 可能某些位置 會有衝突的時候 你們想著怎樣處理 那這個都可能是 起碼給大家知道 啊 原來大家有些 這樣的想法 即是雖然可能你 拍拖幾年了 但你真的 可能真的沒見過 對方很真實的一面 拍拖的時候 當然是美好的 一切都很正的 但是真的 到一起生活的時候 你就很多事情 原形不老 原來你這麼笨 所以婚姻輔導 都是某種教育 可以避免家庭暴力 所以如果我們說 因為現在我看到有家庭暴力 其實都真的可以很多 即是社工局會有派 即是可以派社工局來談 但這還可以讓我們分前有組 如果我們說叫婦 其實婚後也應該要做一下 即是 是啊 即是 我知道社工局在推進一件事 就是家庭生活教育 如何支援一下大家家庭裡的生活 但是我想現在還未有一個很定型 究竟做些什麼 我想其實他們都可以在業界 甚至社工學界 有一個資訊下大家 究竟澳門的家庭生活教育 應該教些什麼 或者甚至乎 你現在又是財政緊絕 我想社工局不會增加資源給一些機構 那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那機構應該做些什麼 現在只有幾個字 家庭生活教育要推廣多些 那要推廣些什麼 甚至乎那個目標是些什麼 你想鞏固家庭 等他們多些的親子技巧 還是些什麼 還是做完它 那做完它的時候 又怎樣 又要增加一些資源 那這個社工局未來 即是會推家庭生活教育 那時候 應該要諮詢多少少業界 或者甚至乎社工學界的意見 我也同意 如果這樣聽下去 那個家庭生活教育 等於我們即是叫分後輔導 是的 但你講的家庭 其實都是講回家暴裡面 我們也有犯過重有多個問題 譬如父母 大家都知道 即是吵架 我們小時候都是 父母吵架 或者他要搶棄 有小朋友 募結了一些暴力行為 我們都知道 一定跟他小朋友有任何影響 但其實現在我們講 在整個家暴協作局的機勢裡面 你覺得現在對我們叫做 間接受害者 那些小朋友 覺得對他們的支援 有夠不夠 譬如 你現在有些家暴去最後 可能牽涉了離婚 爭了扶養權 然後將來又有探視的問題 所以這些其實都很複雜 小朋友沒有什麼事情 現在你覺得現行的機制是怎樣 現在我想是小顧及小朋友的部分 但我以前都想過一個方案 其實如果現行是要離婚的 當然沒有撫養權那一方 其實是有探視權的 如果現行是 多數現在就是爸爸 就是探視權 因為現在我看到個案 九成判不給媽媽的 因為通常媽媽比較好 願意付多些時間照顧 很多時候法庭就會把撫養權 判給媽媽 但爸爸有探視權的時候 如果爸爸有情緒穩定 因為其實我們最傳統的心理學 都相信小朋友成長 就需要兩個不同的 role model 爸爸媽媽 你可能每個禮拜見得一次 會不會我們給一些訓練 有探視權的一方 成為了這個小朋友的小小 mentor 雖然你不會每天見到 但每個禮拜見到的時候 爸爸究竟跟兒子和女兒做些什麼 談些什麼 過往在沒有管制之下 或者沒有約束之下 特別是商界不好口 很多時候可能跟兒子和女兒 讀處的時候 就可能說媽媽以前很壞 就是她壞 反正是兒子和女兒 回家見媽媽的時候 是不是你以前壞 搞到現在我不可以跟爸爸一起住 即使我不說出口 都可能在心裡不太好 對小朋友成長都好像很矛盾 究竟是媽媽不好還是爸爸不好 可能家裡的媽媽已經說 爸爸不好 但是去到星期日的時候 爸爸還告訴你媽媽有多不好 有些小朋友我看到她真的要聽兩邊故事 兩邊故事完全不一樣 她要熟誰呢 可能未夠十歲就要兩頭悶 所以會不會反過來 我們有些正向的訓練 給探視權的一方 其實你不要掛著 以前的老婆或老公 不是 反過來 你每個禮拜 可能只有幾個小時 和兒女共處的時間 你應該和她做什麼 甚至乎 明白兒女可能是十歲的 剛剛開始準備高小 高小的小段階段 應該小朋友應該學些什麼 甚至乎 爸爸應該教他些什麼 和他聊些什麼 這便值得做些訓練 給探視權的一方 令到她 其實你的角色應該都會繼續 有一件事不會變 雖然夫婦的關係就沒有了 但是你永遠都是她爸爸 你永遠都是她媽媽 這個血緣關係 就不會走得掉 那你怎樣利用這樣的探視機會 可以給她一些 role model 作用 甚至乎 你每次見面做些什麼 可不可以把它 就算不是一個很結構性的 你都起碼有一些主題 每個禮拜跟她分享 那不是只是 可能玩一下 或者吃一下東西 跟著唱吹一下 另一方 那就完了 所以其實 會不會想多一步 給多些訓練 只有探視權的一方 不要 怨偶就怨到死為止 畢竟大家共同 去到撫養這個小朋友 都希望她有更加好的發展 甚至乎不要把事情想到一邊 其實剛才說 探視權的一方 是否需要一些訓練給她們 這個都很重要 我想過往真的會有發展到這 對 總是覺得 你做得人是爸 做得人是媽媽 你又懂得教的 因為大家都總覺得 大家都是這樣大 但是很明顯 在這個時代 這個不成功的原因 就是小朋友的眼界 是多了很多 以前你真的所有事情 都聽到爸爸 聽到媽媽說 你現在我上網什麼都看到 那爸爸媽媽說的 是不是廢話 其實怎樣可以令到小朋友 還有些尊重 甚至乎你可以培養的小朋友 一個真的 他成長的 role model 而不是兩個都不知道什麼人 兩個都信不過 可能她長大會這樣想 其實兩個都信不過 可能現在這個部分 真的會比較欠缺 還有我們也有見過 有些情況 可能有探視權那一方 他可能會講了幾點 他就特意要拿走 小朋友很久 等你緊張 嚇你啊 繼續有很多這些 我們就是 我當時沒有得情緒勒索的行為 你下次又怎樣 然後他都是另類的 你做暴力 當然也有些 他又會說我不讓你見 你又怎樣 就是很多這些 我聽過一些很古怪的個案 就是探的時候 當然不是抓了他 都是他的兒子 就很久很晚才回家 是的 原因就是因為 另一方 已經有一個異性朋友 我就不想女兒 見那麼多那個人 那個人一定是壞人 是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這個是自己的一些情緒反應 其實老實說 你都來過分量 別人有個什麼異性朋友 關你什麼事 是的 但是就會覺得 這個異性朋友 會教壞兒子和女兒 是的 現在就有很多 我們叫情感關係 裡面的複雜的情況 但是又 你說完全不處理 他可能又會變成一個社會問題 等於我們說回 以前的情況 是的 那兒子和女兒 就中間好像是人質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加上 這個部分的 就是有探視權 或者就算我們叫分校 或者離婚後 不知道怎樣 就是為了小朋友 避免他成為另一種受害者 加上這些 都是強制的 我想不一定強制 但是你提供了這樣的東西給他 所以我想很初步 你可以主動參與 或者你不參與 就算了 但是也提供了這樣的訓練給你 譬如你每次見小朋友 應該做些什麼 或者甚至乎可以很強調 就是跟他的成長有關係 譬如他是九歲的 應該學些什麼 你作為一個父親 應該教一下他些什麼 其實我想很多父親都應該有興趣 只有探視權的 你每個星期只能幾個小時 你怎樣好好運用那幾個小時 不是很不斷地和兒子抱怨 就是你媽媽怎麼壞 還有我想現代人和以前有個不同的地方 例如我們討論這些事情 我媽媽在那一年 就說給別人聽 不自己醜 為何自己搞定 會覺得這樣 但我想現代人 第一大家都覺得相對家庭很狡猛 還有現在小朋友的視野是很廣闊的 千萬不要以為他只是等你說他才明白 他上網看什麼都知道 對 我失禮的時候 我照顧現身 我都好笑 第一天我跟他去街 他第二天發了一堆片給我 就是全部那些 其實都是內地 他下載了 就是說 你是小男孩 要照顧大 那麼好記得一句就是 你要把他當朋友 不如他叫什麼孩子 然後我聽完才會見他 然後他就要訓練我 成為一個 就是懂得照顧他的 然後我說 這麼厲害 是啊 現在有一個網絡的世代 或者我經常都有一個詞 會形容著 這班小朋友就是 他是網絡世代的原居民 他們彷彿天生已經是 適用了所有的網上的工具 我真的才是網上的新移民 我要學 慢慢學一學 他們 我看我女兒 不論那個iPad也好 電腦也好 兩下手勢都上網 然後找了一堆資料回來 哦 我看得嘔一嘔 哦 為什麼你認識的 然後問我 為什麼不認識 哦 然後我就說 哦 我想聽你這樣說 不是正常說 我們叫現代社會 想法家庭不是那麼簡單 都是因為社會不同 小朋友接觸 完全不一樣 視野是相當廣闊的 但反過來 雖然他的視野廣闊 但始終身情是身情 他需要一些情緒上的支援 情感上的支援 但又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說 或者做這件事 這個就是要訓練 好 最後我們都很快 聊了很長時間 很快時間 但也是想做一些總結 因為今天也是想說 那個家暴法的問題 其實你自己本身覺得 有執行到現在 其實我們 去年去三年探試 審議報告出來的時候 都應該去談 不過那時候疫情 我們沒有談到 那就是今年補飯 也都是因為現在 也有 我們說疫情影響 有多了一些案例 現在這個 尤其我覺得社會工作 幫我講到去看 你覺得那個暴法本身 是不是都已經 達到了它的一個願意 還有 剛才我們說 可能有幾個地方 就是考慮一下 是否要強制副業道等等 這些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有些什麼要做 你怎樣做 做個總結 那個很初步的原意 是達到的 起碼整個社會 現在是多了一些關注 以前總是覺得 三文門打仔 關你鬼事 但現在大家總會 起碼有個 認識 這些叫家暴 甚至乎應該要出聲 其實這個 起碼是達到的 但是剛才說 中間有很多的細節 是可以慢慢再整理好一點 甚至乎其中一個 都有保護兒童的團體 說到 這個 毒瘤兒童 疏忽照顧 這些 是否都應該 都應該 都可以未來 如果要再有些檢視 的時候 這個都可以想想 怎樣去將 這些疏忽照顧 的情況 放進去 一些家暴的罪行 裡面 疏忽照顧 都可以很嚴重 其實很初步 其實三年之後 我覺得他初步 達到一些 起碼整體社會關注的地步 也多了一些人去舉報 還有 不是那個審視 只是看數字 因為其實整個 立法原議都沒有說 要拘捕很多人 而是 最重要是 防止家庭暴力 這個才是立法原議 初步其實 我做得到 還有社工局 工作指引是相當詳細的 如果上網看到 其實都是一個公開資料 有百頁 那麼多的工作指引 在什麼情況做什麼 什麼情況做什麼 甚至中間牽涉什麼法例 這個都是 值得讚的 其實 我自己去看 都是 有一個類似的觀點 就是我自己覺得 可能是 當時我們 我自己很重視 那個《家暴法》的宣傳作用 因為以前 我想澳門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 有些人 不要說濫 他會覺得 打老婆 打老公 就是很厲害的 但是 有了《家暴法》之後 那個認知 整個社會是不一樣的 包括連執法者也是 是的 但是 我想真正在 一百例那裡 我自己覺得 目前那種 叫做 入罪的情況 我覺得 都是還 是能夠處理問題 但是 可能一些 我們叫做長短一點 例如有些受害者 我之前也跟過一些 那可能一個長期的照顧 其實可能那個機制就會少 是 大家都會知道 最明顯就是 如果是 加暴之後最後決定離婚的婦女 那她很久沒有工作的話 會關注她的居住等等 重新生活這些問題 那這些 就是那個支援 我覺得現在都未夠 我剛才說 就是我們叫做身份的問題 就是那些歸檔的 就是離離合合 然後或者中間有很多是 基於有小朋友做了 育心 或者是 不同類型的 兩個家族之間的一些角力 是的 兩個家族之間的角力 就是 這些很多 其實現在 聽你這麼說 其實比較重要 都是 你必要做一些強制的輔導 或者是長遠 都要想強制的輔導 但我們可以先行 去做 鼓勵性 做多少少的輔導 包括我們說 鼓勵探視團的朋友 夫妻雙方 做過家庭生活的輔導 另外就是 小朋友的部分 就是看下 怎樣可以 我想學校社工的部分 都可以再加強了支援 這個也是 其實小朋友的部分 甚至乎老師的訓練 會不會都 一些在職訓練 會加強 去識別一下小朋友的情緒 不如 學校的 輔導員也好 社工也好 人數有限 一間學校只有幾個 但老師 特別是班主任 每天都看著學生 去識別一個小朋友的情緒 會容易很多 但現在 我們的師範訓練 很少在這方面 但一些在職訓練 會不會 譬如 教清局 會不會加強一下 老師 在識別小朋友的情緒上 這些訓練 如果這個部分都加起來 就可以 至於 要不要收發 我想最大就等下 一些新的想法 甚至中間有些 如果只是行政措施 可以先加進去 最近你剛才提了兩三次 我覺得它很符合 就是和社工界 尤其是社工界 就是跟開這些案件的團體 我想比較總括 去聽大家的一些意見 這個都會很重要 是的 好了 我們就多謝了 啟宁 因為討論這個家暴法的問題 我們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我們會繼續跟進這個家暴法的施行的情況 和各種家暴的個案 多謝 拜拜